我看桥上有个新娘子要跳河了 那不是庄永强一家子 和他大哥家女儿吗 这丫头 你倒是肥了你啊 不要过来 还敢投婚 你现在 立马给我滚下来 不然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是我亲叔叔 怎么能为了五百块钱 比我家很农村傻子呢 我不要强 我不要强 小妍 你不要过来 家傻子怎么了 人家财力给的多呀 家估计就能过上好日子 这还不是为你好吗 再说了 你这个天傻孤星的命 谁还敢要你啊 哎呦 你瞧瞧这一家子 说的是人话吗 我要是庄小云啊 就死了算了 我死 也不会让你们属于 快就给他捞上来 哎呀 他要是死了 才连还要退归去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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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气了 他死了 死了 啊 哎呀 就说生病睡着了 先驾到周家再说 等周家发现人死了 能再转意赔偿了 哎 我来来来来来来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啊 他是祖传玉佩呢 哼 怎么 孟女人兄也是心骚扰 啊 啊 这死了 哎 别吵了 别吵了 吵死 这是哪 我刚刚不是在宿舍睡觉吗 你干什么 你是死的活的 你家死人会说话呀 啊 我擦 你这个小贱人 敢装死耍我们是吧 我 我看 你就是飘扬了 我 你 哎 哪过了吧 你这 不是 是 那么 你 放在身体里了 这 我离你 啊 我的寂寞考试 全完了 你冬天的模样 啊 犹豫的青春年生 早生孩子 多养住 从来 老人 你来 命运之错 不怕虑竹多 靠一靠 拒着五百块 想让我嫁给农村傻子 你们这是嫁还是慢呀 哼 好大的口气 五百块 都是你叔叔一年的收入了 我们也不能白养你这么多年呢 别跟他废话 你现在也醒了 等着周家来些亲吧 以前的庄小云能逆来顺受 我可不会 快快 我 你 我能跳阁就没打算家了 五百才零 我看这大妈也能学习 你说谁大妈呢 敢让我嫁给傻子 庄小云 你是跳河跳得脑子进水了吧 对 我只是脑子进水 不信 天生脑子不好 可傻子不正好天生一对呢 你 你 混账 周围的人都知道你是天然狐行 克父克母克全家 谁敢娶你 让你家的农村 那是为了你好 谁呀 为我好 恐怕是作贼心虚吧 把我嫁得远冤的 好独吞我爸妈留给我的财成 哼 我们养你那么多年 那些钱 那些钱都是抚养费 那么多连票不票 这些年 我吃的可都是冷菜圣饭 穿的都是补丁的衣服呀 这几年谁家不是这样 能吃饱就不错了 你还敢敲毛病 你就是欠收拾 平平要揍他 你个死丫头 你还敢打平平 我非打死你不可 来来来来 往这儿打 打坏一个地方 我看周家来接亲的时候 你们怎么办 你 哎 你要干什么 爸 你想干什么 周家也是你能得罪的 一个农村傻子 我连死都不怕 害怕他们 听说周家老大 可是他们村里出了名的狠人物 是我们这些人都得罪不起的 就算不结婚 也得离开这三个傻兵 不如先嫁到农村 再想办 想让我嫁也行 只不过 我总不能两手空空去过 你不要得出气齿啊 我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得感恩呐 道德绑架我呀 我 行不通 不给我呀 我就不走了 你还敢在我面前耍无赖 到时候周家一来 直接给你绑了 看你还敢不敢胡闹 那我只能报警了 你报警圣圣 你的名声就毁了 那就让大家虎都来听听 亲叔是连家长都不给我 还逼我嫁给农村傻子 到底是谁明生不好 这样一来 装品面有人去吗 啊 不行 妈 这件事情 要让唐正哥知道 他不娶我了 怎么办呀 就是 好不容易定了 他进不去 跑了怎么办 周家裴借签了 不 哎 既然不想给 那我就只能破罐子破摔了 救救他 你不要 还真不信 打不到你这小贱人了 臭丫头 今天 我非给你的颜色看看 哎 哎 哎 倩家 你这是 啊 闹着玩 没事 没事啊 嘿嘿 亲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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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庄小元 庄小元 你那傻子老公来接你了 还不赶快跟着走 不能跟对手走 绝不能贫这些傻逼 哎呀 哎 哎 我的命好夫啊 家的傻跟家族都不给我呀 不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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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叮当 重叮当 嫁了姑娘没嫁妆 没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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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嫁妆 变心满了 这是什么道理 只要才礼物给嫁妆 这不是卖女儿吗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些娘子呀 可不像女儿 里面那个才是呢 乖可怜的 这有什么道理 让我瞧 你平常打罢她不说 老让她干脏活累活也就算了 今天大喜日子 怎么做这种事 你们千万别听她瞎说 我怎么可能不给 我这两手空空 这进了破家该怎么办 你别听她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不给呢 我给 亲家 这可有点不太低呢 我们南方可是给了五百块呢 你还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市再给一点 丑家我们忍不起啊 呃 安扑 呃 哎呀 我 啊 算了算了算了 那我跟我老公就先走了 假口就有你手 那等着瞧了 以后咱俩先因为你哥哥得听我的话 我我要听哥哥的话 哥 我去怎么两个新郎啊 我去怎么两个新郎啊 哥 不然 哎周航看着他哥非要带胸花 非要去抢着这代 结果迎亲队伍就把他当成新郎了 对不起阿嫂子 大庄 把航航带出去玩吧 来 航航走 哥哥是他 听话啊 周航航强可一直说我叫的是个傻子 可能是没人传达错了 我是有个傻逼逼 哇 老孙林爸 那我简直是请了 他简直 原来是误会啊 我还以为是为了让傻子有媳妇 才给这么高彩礼的 这么说 你是为了彩礼才嫁给我 一半 一半 看来他不知道我是 既然这么高彼 我还是先不要得路生生 先再观察一整 对了 其实这个房子 是给常理借的 我的房子一直没有分下来 财礼钱 是我仅存的积蓄了 怎么 怕嫁过来受苦啊 我把彩礼钱给要过来 算不便宜那两个老灯 老灯 老灯是什么意思啊 反正不是什么好话了 你放心 像我这么勤劳 智慧勇敢的人 一定会让情深情的 我最讨厌又强化掉虚伪的男孩 说的吗 什么爱你在英口万男孩 我最喜欢找他世界真正的男孩 那那个 我去看看什么情况 农村霸总 这完全正在我什么店上了 受不了了 厂长 怎么了 停电 我立马来送手电筒了 以后在家别叫厂长 叫这个就行 厂长 这是为啥 别问那么多 谁叫厂长呢 啊 那个 大壮说 厂里 厂停电 爬来看看 是吧 对 对 这样啊 进来坐坐吧 不了 不了 嫂子 我先走了 周哥 嗯 你都是厂长了 怎么还亲自修车呀 来 我给你擦擦汗 哎 我自己来 没事 我帮你擦吧 不用 啊 不用麻烦 我的老公 我来擦 哼 这种女人 怎么拼得上周哥 城里来的小姐 娇生惯养的 哪里会照顾人啊 我俩比起来 好像你跟前小姐吧 你家里该不会有什么 不好的成分吧 你 周哥 你看看 嫂子说的什么话呀 申子 你看他 好了 你怎么来了 一个小维修工 他挺受欢迎的 哦 我这不是修修车吗 你能给我点粮票吗 我想买东西做生意 嗯 就你还做生意 你别浪费周哥的钱了 这位小姐 要是我能挣到钱怎么办 要不然打个赌 赌什么 我要是能在三天之内 挣到二十块 你就得当着群厂人的面 学一声 哇 哇 我要是能在三天之内 挣到二十块 你就得当着群厂人的面 学一声 哇 哇 什么 你 你什么你 敢不敢 赌就赌 有什么不敢的 那万一 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我要是输了 我们家山泽的汗 以后都由你来擦 嗯 怎么样 我 一言为定啊 一言为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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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等你出丑 周哥的脸也会被你丢尽 看你拿什么和我争 你对土岳的事情 不要太有负担 我平时很少出汗 那不行 不争蛮头争口气啊 可二十块是普通贵人 一个月的公子 你怎么可能三天挣到 周深泽 你不相信我 我没有不相信你 那就是看不起我 你等着吧 我非得让你们刮目相承 嗯 哎 先先先先你 好香啊 这什么呀 那 送那个记账本 别生气了 行 去厨房把我创好的菜 都拿回来了 这一路庄晓云 谁一形容 这男人怎么这么会啊 烦死了 高端的食材 往往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嗯 这 这个呀 可比火锅好吃多了 哎 这点芝麻酱成长 这 能好吃吗 嗯 这太好吃了吧 这什么呀 这叫双场香 关键就在我这锅 毒酱蜜蜂做成的汤 嗯 好吃 哎 你明天再拿点凉票肉票买着做啊 没了 我全用了 明天我就带着这些去摆摊 嘿 那可是一个月的呀 你 全给用了 哎 放心 哪能让你亏本了 相信我 打工人 打工人 打工都是人善人 打工人 打工人 打工路上人善人 各位看一看 瞧一瞧咯 外媒加连的串串香咯 哎 嫂子 这是啥呀 又是串起来 又是汤 串串香啊 你这是吃 来串串串 先吃菜后喝汤 绝了 嗯 好吃 好吃吗 好吃吗 哎 嫂子 给我来两串 我也来两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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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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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大广宝 好香啊 吃了我这个 你们天天来买 好的好的 好的 好香啊 嘿 周哥 你快管管周小云吧 他可闯大祸了 小云怎么了 他在厂子门口 泡头露面的摆摊 哎 白秘书 你很闲吗 老是盯着小云干什么 还好那么多男人打交道 真是给你丢人 够了 小云是靠自己 双手劳动挣钱 有什么好丢人的 还是管好你自己 啊 庄老板 生意不错呀 都没完了 那是 都让我明天还来 走 走吧 你别说 这周深泽这小子 艳浮不浅呢 这城里的小牛啊 长得就是好看 他好看 那你追去啊 静瞎说 那他再好看 能饿你好看吗 等我明天找几个人啊 就把他摊子给砸了 给你出气啊 放心吧 他现在住的地方 太好近了 绝对没有人会发现的 庄小云敢和我抢来 三四这桥 什么味道 金钱的味道 庄同志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不要被资产阶级同化 哪能啊 有周同志 这么正牌的队友 保证思想不滑坡 虽然刚穿过来 以为是加个赏 所以有点难受 但是现在想想 也算阴后的骨骂 谁不喜欢 爹喜欢让大帅哥呢 大帅哥 这 就 说 这 的 这 结果 你 你 这个地方 这是说话什么 那个 我看你那个小推车不方便 我想给你做一个更方便的 是餐车 我有个更好的想法 你说 我来画 好了 好了 这简直跟我想象中一模一样了 你好厉害呀 车子不大 我明天去城里给你做出来 今年你换了江湿 今天永恒的回忆 就知道吃啊 啊 办正事去 哎呀 肚子疼 哎 这刚刚还好好的呢 一定是你的串串香有点问题啊 你他妈这汤里绝对不干净我跟你说 啊 肚子疼 啊 啊 男友你嘴不干净啊 怎么别人吃了都没事 就他有事 碰子也眼睛真一点 什么碰子啊 啊 你就是个黑心商家 我这兄弟疼得满地打滚 你还狡辩 就他这个疼法早就断气了 哪能喊得这么中气 哎呀 肚子疼 啊 来来来来 大家快看看这个坏女人 不仅在这狡辩 摆出这副丑恶的资本家的嘴脸 还咒我兄弟死 你简直罪大恶极啊 怪不得吃完了胃总是不舒服 原来是卫生有问题 大姐 做事凭良心 你那是吃饱了撑的 没看这竹筒都被你插成马 灯锅了吗 看你长得倒是白白净净的 心怎么这么黑啊 真是吃人知面不知心 我敢保证 我的他和串每天都是新鲜的 一定是他们搞得怪 你还敢狡辩 证据都摆在这里呢 我们要让厂长来主持公道 哎 你忘了厂长跟他啥关系了 万一厂长偏信他呢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跟厂长没有什么关系 明明是你做贼心虚吧 胡说八道臭娘们 我今天就给你送警察局去 被我说中了 恼羞成怒了是吧 哎 大家都来看看 这到底像恶败还是受害者 大致别冲动 厂长不是那种人 会帮理不帮亲的 我告诉你 现在谁来也没用 我要为我兄弟出去 走 你放开我 厂长来了 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没有 他们刚去叫厂长 歇过试你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是厂长呢 厂长让我过来 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大家看见了吧 我就说肯定会包庇的 根本不管别人死活 你哪只狗也看到他包庇我了 先把他送去医院吧 别耽误了治疗 呸 你骗谁呢 我前脚送你后脚就跑了 周深泽 我要举报你滥用职权 偏袒你老婆 我不会偏袒任何人 但如果被我发现 有人在蓄意搞事 我也绝对不会放过 我现在就去厂里 叫医生过来 你凭什么叫医生啊 谁知道你收没收买医生啊 二 把鹿医生叫来 这鹿医生靠谱吗 今早上周深吃了我做的 创传香拉豆子 我就重新做了 这会绝对没有问题 听说鹿医生跟百密疏 走得很近 先看看情况 他确实是中毒导致的肚子疼 我得赶紧带他去准所打针 想跑啊 今天谁也保不了你 跟我去警察局 走 这还没过年呢 就给顾奶奶心理啊 苏大志 我说了 我会调查清楚这件事 你要是再敢纠缠 别怪我 客气 你好大的口气啊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还威胁我 你不就仗着你地位高吗你 长得高当然地位高了 跟你一样往地里长 跟土豆似 各位 我以我的信誉担保 我老婆庄晓云 绝对不会做黑心生意 公友们 虽然我才嫁到周甲 但我觉得不会干坏事 影响他名声 你来 周哥 这个人不值得你信任 我刚才去诊所 看见周行一个人待在那 过了半天才清楚 就是吃了他的串串香肚子糖 差点被害死 心真狠 周行本来就傻 现在还太阳这样的嗓子 可不是吗 小叔子吃了都拉肚子 这串串香肯定有问题 嘿 我看呀 竟然把他抓到警察局 这就是在座商店害理的事 是是是 各位 事情绝对不是大家想的的呀 请大家相信我 嗯 还说他 还说他没特权 有本事你别护着他呀 哼 果然是你俩搞的怪 皇上别怕 告诉哥哥 是谁害你 拉肚子 张晓云 你完蛋了 你懂个屁呀你啊 他就是个傻子 别陷他 你昨晚进厨房 叫嬷嬷 这就是你昨天晚上 偷溜进厨房加料的吗 还说不是你 哎呀 周哥 我错了 我还以为周航说的是真的 你不会怪我吧 啊 别人家绿茶是开水的 你是冷水也能开 你冷脆吗你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这也是关心周哥 苏大侠 你竟敢下毒 这次绝对饶不了你 嗯 哼 你不可能买得到这种药 说吧 谁给你的 不说就跟我去警察局 大庄 把苏大侠送到警察局 告诉警察 他谋财害命 哎 苏大侠这个蠢货 竟然有啥子给看见 白文文 该不会是你做的吧 目的就是让我收掉赌约 怎么可能 更何况你也完成不了 什么赌约啊 白秘书跟我打赌 说我三天赚不到二十块 否则当着全场的面积要我爸爸 不可能 当初说的可是纯利润 这很难吗 嗯 他没得很便宜 怎么可能赚这么多 肯定是在炸我 好 我也不是什么言而无信之人 那你就当着大奸的面数吧 一 二 三 四 十二 十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愿赌服输 小爸爸 小哥 当时他是花了你的粮票 我才答应跟他打这个赌约的 白秘书 做人呢 要言而有信 你身份摆在这呢 你大度点 就当没这个赌约不就行了 大姐 我也是普通人 明明是他先咄咄逼人 造成我一错 钟晓云 你算什么普通人 厂子明文规定 厂子门口是不能摆摊的 你不能因为你是厂长 哎 白秘书 白秘书 刚才你让小云履行赌约 他已经做到了 现在 轮到你了吗 周晓 我 别想了 白秘书 你是要当着大家的面当众毁约是吗 老公 不能这么说 人家白秘书肯定会演出必行的吧 你还悠悠嗓子眼 夹出声音叫啊 够了 我叫 汪汪 什么 汪汪 甜一点 钟晓云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话 别来惹我 钟晓云 你给我等着 哎呀 怎么了 你那赌约还不开心啊 推车坏了 没法出谈了 闭上眼睛 干什么呢 睁开吧 周深泽 你这面外屋都没有你厉害 你怎么那么厉害 你 什么屋 哎呀 不重要 我超级超级 超级无敌喜欢 小姐 您我的道家 就能试着 中小月 你好歹也是二十一世纪大学生啊 即使没谈过恋爱 但也是在偶像区 和网络小说里 肆意遨遥过的主啊 怎么能被一个 完整害羞了呢 你 你先说 你今天有空吗 我想跟你一起去买餐 好 你 你 你干什么 谁啊 疼不疼 周小胖 你怎么在这儿 申泽 你们回来了 大娘等饿了 就先吃了点 你们的串串香的肉啊 真香 大娘 爷爷这个月三十块钱的 生活费我不是已经给你的吗 你还拿我们家肉和鸡蛋干什么 那点哪够啊 他还要看病呢 这肉和鸡蛋 就当给他加营养了 大娘 这才你拿回去做个爷爷吃 跟他说我们明天来看他 好 明天啊 大娘给你们做好吃的 走 走 爸妈去世之后 是爷爷把我们带到的 但是周大娘气不过 爷爷把钱都给我 所以就让我们搬到他家去 但他对周航不好 打他那是家乘便饭 后来 我就带着周航搬出来 但我还是心疼爷爷 所以 玫瑰给他打点紧 你给了也是白给 我看他和他孙子 倒着吃得门冷飞肠了 周深泽 你有没有想过 把爷爷接到家里来住啊 你愿意吗 可你刚嫁过来 就让你照顾老人 不才好吧 你没有听过 将有一老 如有一宝啊 有了爷爷 我们这个家才完成了 你曾经对我说 你永远爱着我 爱情这东西我明白 但永远是什么 可 大娘和大伯会请 毕竟 我每个人都少了 再加上送的东西 少说有五十万 你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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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明天你就等着瞧好了 我会让他们自愿放手 你空着手就来了 什么东西都没带啊 大娘你问了 昨天你大包小包的 都拿走了呀 小贱人 我有的是功夫 是不是 你别打我 真没良心 我每个人给他 那么多钱 竟然还把爷爷 移到杂户街呢 沈泽 得赶紧送爷爷去医院 他们根本就是 在虐待爷爷 爷爷 你说什么 清朝的宝贝 价值十万块 我们去哪里有清朝 什么 就在床底下 好好好 我先送你去医院 等会再回来了 别打我 我没有带爷爷去医院 让他在那里多住几天 以后啊 让他在你那里住着就行 你也该好好笑声 笑声给爷爷了 接下来 就是两支地鼠表演的时间了 小云 谢谢你 我都嫁给你了 你爷爷就是我爷爷 这是应该的吗 先去医院要紧 好 玩了这么久 怎么还没见到宝贝啊 这地方到底对不对啊 应该是这儿 我亲耳听到的 这老子 我伺候他这么久 也不告诉我 那小兔崽子一来 他就说 一个字也别想得到 你再翻一翻 敲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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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救命啊 疼死我了 是两个小贱神 居然敢骗我们 饶不了他们 你可别乱来 深泽豪铁也是个厂长 就因为他是厂长 才更好找他 一个举报电话 就让他完蛋 就是长期营养不良 导致的虚弱 接下来 要注意保持营养充足 谢谢医生 我们会好好照顾他 好的 有事叫护士就行 这两个畜生 我要是早点把您接回来就好了 你也别太自责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好好照顾爷爷就好了 这是我财力的钱 你拿去 给爷爷买点营养品吃 我 我还有钱 这钱你拿着吧 你粮票都给我了 哪还有钱啊 你就拿去吧 你不想爷爷赶快好啊 还是说 你一直拿我当外人 我没有 小云 你知道的 我嘴笨不太会说话 但你一直都是我最重要的人 是我的爱人 谁说你嘴笨呢 明明就是情话高数 这里规定只能一个人陪床 其他人回去吧 我去给爷爷做点饭 一会儿就回来 你怎么来了 爷爷没事吧 爷爷醒了 所以我才放心回来的 天色这么晚了 我担心你出门送饭 不安全吗 嗯 那你路上小心 嗯 这里是周深泽家是吧 我们是省政府的 有事找他 嗯 我就是 周深泽是吧 我们领导找你谈谈 方便问一下 是什么事情吗 深泽 出什么事了吗 别担心 我去去就回来 啊 走吧 没事 大壮 周深泽昨天被带去省城一晚上 你有什么消息吗 嗯 呃 周哥被举报了 不知道是哪个大嘴巴说的 说是甲公祭司 正用厂区资源 他一个维修工哪来的甲公祭司啊 不对 我听工人们都说 厂长出事了 嫂子 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别担心 怎么不担心啊 是不是厂长跟他有关系 厂长出事连累的他 嫂子 你回去等周哥 周哥回去跟你解释 哎 大壮 庄小云 你这个扫把星 都是你害的周哥 滚哪 我现在烦得很 别来找我 庄小云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求我 求你 你知不知道我每次见你都花粉过敏浑身痒痒 真是没见过绿巢味的白莲花 闭嘴 你个贱人 你害得周哥被举报 现在还不想帮他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哟 道德之高顶王的明明白白的 我说刚才怎么那么丑 原来是你在放屁啊 车小云 你会为你今天说出的话付出代价的 你根本就不想救周深泽 如果你只想让我求你 做梦去吧 你 小子 老厂长 好久不见啊 哎呦 好久不见 现在他要叫您罩住人呢 你一想 我今天找你来 可是有正事的啊 走 昨天接到绝报电话 说你假公祭司 让你老婆利用程序资源 进行牟利 赵主任 不瞒您说 小云到现在还不知道 我是厂长的身份 怎么可能靠我办事 我了解你的委员 所以我调查得很清楚 但是他的摊子确实是我查的 赵主任 您这么说 您已经有办法了 哎 看文件 上头说了 要顺应改革发展热潮 现在就业很困难 他做的这个 我们现在很看好 是吗 今天叫你来的 就是商量国营饭店的事情 甚至你觉得呢 这是好事啊 不过这串茶香 是小女小专的 我还得回家问问她的意见 哈哈 坐了半天 你也是个吸管员呢 哎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啊 哎呦 被举报是活该 听说呀 他长着这身份呢 捞了不少的油水 捞了不少的油水 他来了 他来了 他连房子都没有 你们说他靠什么捞油水 我呸 睁着眼睛说瞎话 一家拿着三家的钱 住着三家的房子 难道不是捞油水吗 就是 谁家每个孩子结婚 凭什么你占这么多房子 不说八道 房子明明是周春泽借来的 借来的 你管不花钱 住着的房子叫借 我真是长眼了 周春泽闹起来 找到邻军事常有的事 这个房子不会吵到别人 要不是只是为了结婚 好 房子我们挣不过呢 可凭什么我们 不能在厂子门口卖菜 你就能摆摊啊 哎呀 还不是仗着周深泽的关系啊 我可听说了啊 你一天就能挣二十块钱呢 我不知道不可以摆摊 而且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 哪有什么关系啊 说不定啊 这次被带走了 回来连工人也做不了 也有可能直天蹲大牢 这就叫抱怨 我看你眼睛是被你口臭熏的吗 眼红我赚钱啊 眼红你赚钱又怎么了 大家都是一个厂子里头的 互相帮助不行啊 是啊 我看你脸皮扣的原子弹都打不通 平时让你们照看一下周航都不愿意 凭什么带你们赚钱 别动我好欺负谁 赚主任 我家就在这里 周舟 干什么呢 厂长来了 厂长来了 几位沈子 你们几个趁我不在家 明目张胆欺负我媳妇 是不是太过分了 明明是查闲说话难听的 对啊 不关我们的事啊 我看你们还真是猪八戒 要轮家伙倒打一耙呀 明明是你们先造谣周深泽 挖社会主义想想 诅咒他蹲大牢的 是不是有这回事啊 说 哎呀 我们也是听说的 说他被带走了 那不就是犯事了吗 哎呀 还劳烦你这个大主任 亲自给送回来 要我说你们什么好 我当厂长的时候 就因为造谣声势 警告过你们三个 现在还这样臭毛病 哦 我看要不你们三个 专门成立一个村口情报组吧 什么怪到你们嘴里都冲了 陈泽被我连夜叫到沈城 是为了商量重要发展计划 举报这件事 根本就是子虚无有 你们快给他们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们误会了 不会了 我们下次不会了 哎呀 有没有说什么 他们说就让他们说 你个人 怎么打得过他们三位呀 我没事 你呢 我听别人说你被带死了 都吓死我了 我以后还是不摆摊 给你找麻烦了 不不不 当然要继续摆摊 还要摆更大的 啊 嗯 为了顺应改革开放 也是鼓励人民自行创建 我很看好你的转转箱 所以想让你 带着箱子火影 好 我加入 你不考虑一下吗 跟着工家干活 需要考虑什么 我相信 一定会到我们走上 共同富裕道路的 嗯 好觉悟 沈泽 你娶了个好媳妇啊 那到时候 就让沈泽带你来沈城 清好的 好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再见 你在城里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维修宫吗 怎么会认识赵主任这种高层 而且他很喜欢你 回家再说 现在还不是告诉小云 我是厂长的时机 本来他就不想 靠我的关系走势 万一 再让他误会怎么办 还是等着他的生意 稳定再说 其实 我不是兄弟公 是厂长的秘书 之前 给赵主任工作过 你都厂长秘书了 常来不给你分房子 嗯 我之前是修理工 这不 刚升上来吗 所以 没赶上 不行 我们得赶紧挣钱 把这里买下来 省得秦茂祖说 我们贪工家的东西 对 那我以后的工资 全都给你 我要花钱的话 就找你要 真的呀 嗯 那要是被别人说 你七管炎怎么办 七管炎是什么呀 就是听老婆话 让老婆开心的男人 这有什么可丢人的 我一辈子 都要做这样的男人 这还是把你 那本男人吗 怎么说起情话 也都会讨论 嗯 我 昨天在招待所 没办法洗漱 我去洗个澡 洗澡 没 没香皂了呀 我最讨厌 又强化掉 虚伪的男孩 说什么 什么 爱你在 空晚餐 谁呀 啊 我是来送香皂的 你信吗 哦 我没事 是天气太干了 天气太干了 朱胜泽 嗯 你先去看爷爷 我去给咱俩买 去省城的衣服 省不得误使勤 好 那 一会儿见 姑娘 姑娘 看衣服啊 嗯 看一下 姑娘 你这么白 这件粉色的 你穿上 应该很好看 我试试 还不错 季花 哥送你 服务员 包起来 不用 我自己能闷 走开 哎 哎呀 别这么拘谨 这皮肤保养的 还是这么好 你再不放手 我就要找人来抓你了 哎呀 这么久没见了 给个面子 啊 我肯定是 哎 你这个贱人 还敢勾引我老公 哟 庄小云 你这个骚狐狸 不在家伺候你那个傻子老公 跑过来勾到我男人做什么 是他先勾引的我 赏得跟猪妖似的 我勾引他下酒 确实是他些耍流氓 小姑娘家 说话不要太毒啊 嗯 他就是故意的 嫁给一个傻子 耐不住计谋 跑过来搔手弄姿的 勾引其他人 人家老板娘都给我作证了 你怎么不问了你家 那条发行的风口 他说的是真的 是你先跟他说话的 怎么可能啊 我都快和你结婚了 见到你这种美若天仙的仙女之后啊 他这种庸之俗粉 怎么可能入得了我的眼 哼 还敢挑不离间 我看呢 你就是眼馋我男人比你好 你嫉妒我 我用得着嫉妒你吗 你俩简直天生一断 一定要锁死 千万不要祸害别人 你 萍萍 他就是嫉妒你 他在没结婚之前 就开始勾引我 你还真是普心难 你以为每个人都像装萍萍一样 喜欢当垃圾桶 专门回收你这种有害垃圾啊 你说什么呢你 哦 我知道了 原来你当初跳河都不肯嫁 原来是早就看上了唐振格 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骚货 哎 哎 你没事吧 好你个贱人 还敢当家跟别的男人抱在一起 还敢说你没掏案子 嘴巴放干净点 我是小云的合法丈夫 这 这 这不可能 他结婚的时候我都看见了 他嫁的明明就是个大傻子 哦 我知道了兄弟 他跟你睡觉的时候 跟你说没结婚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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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他要嫁的人是我 只是没法传达错了 不是我弟弟要结婚 而是我 周深子 他 周家的周深子 怎么得罪不起 走走走 走啊 刚 刚才可能有些误会 还往周兄海涵 你们逛 我们先走了 哎 慢着 你是不是忘了点事 对不起 死去的庄小云 我终于跟你出气了 你安息吧 滚 以后跟你们再也没有关系了 我没事 爷爷怎么样了 爷爷醒了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所以 我先过来看看你 小云 你放心 以后有我在 没人敢欺负你 小篮口真幸福呀 来 姑娘 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衣服 老板娘 你有没有想过 成套卖呀 嗯 没有 没有 哇 哇 这么好看 哇 那 单件卖呢 客人可能不知道 怎么搭配家里的衣服 如果像这样一套卖 客人也不用纠结 你也可以成套卖出去了 哎呀 好是好 不过我不会搭配呀 样式也就这几样 这样吧 老板娘 每一次我给你想新样式 搭配新风格 你只需要分我三成一任 好 就这么办 回头我跟我们领导说 你过来清协议 这套帮我装起来吧 好 来姑娘 拿回去 谢谢 你好像很爱情 这么想挣钱 厂子现在没房子 咱家又是借的 得赶紧攒钱 我想 尽快和你有个自己的家 小云 其实那房子是咱们 时间不走了 我们快回去吧 还得给爷爷收拾房间呢 走 盛泽 我眼睛睁不开了 我看看 你 瘸嘴干嘛 你嘴里野青灰了吗 大只能 你怎么突然就生气了 你去哪儿啊 你自己打扫吧 我要睡觉了 那 晚安 别人夫妻天天夜夜声歌 你天天跟我马卡巴卡 挡不动 马卡巴卡 是 什么意思 你这个时候睡觉 爷爷慢点 爷爷 被子在柜子上 冷冷你就加 水杯在这里 想听戏啊 你就跟我说 我给你放 好好好 我怎么样都好 小云真是孝顺 沈泽 你以后可要好好对人家 放心吧爷爷 听到没有不准欺负我 我有爷爷这样 我的亲娘啊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我的亲娘啊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就认责他为了老爷子的家产 重新去 把我和他打伯 打了一顿 就把我姑姑带走了 他那么有钱 这样对待你啊 真是太贪了 爷爷还健在呢 你哭成这样给谁看呀 你现在不死 你们这么折腾 怎么还得死 闭嘴 颠倒是非 要不是我去看爷爷 还不知道被你折腾成什么样了 你放弃 你这么打我 就是为了老爷子的家产 你大伯 他现在还在床上 躺着 不能动他呢 真看不出来啊 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人家周大叔 这么老了 也没多少钱 你还抬 老周媳妇 伺候他公公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这个钱是他该得的呀 你这脸上的瘀青 是磕的宝贝 该不会是在家里挖坑的时候 砸的吧 对呀 挖到清场的宝贝房 果然是你这个小贱人在耍我呀 要不是你 老娘也不会给砸的买头巾 哟 怎么又变成被砸的了 看来周深泽没有对你动手 你个外星人 我们老周家的事跟你没关系 赶紧给我滚 那关你什么事 你不也是外星人 别拿豆包当干了 你个小贱人 我非死了你的嘴不可 我打死你这个没受心的畜生 我这把老骨头 要不是我孙子孙媳妇 迟早会被你们弄死的 你个老不死的 你怎么还不死 一个月就给我十块钱 就想让我大鱼大肉的伺候你 没门 你今天不把我以前伺候你的钱都给我 我就不走了 大家都来看 周深泽不无法气 要打死你大鸟了 就是找着他找着的身份 周深泽 报警 好 走一 走走 哭 怎么不哭了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说他占着身份 我一搜住打死你 我就说 我占着身份 怎么办也能被带走啊 这就是 他抬了公家的钱 要不是 走了后门 早就蹲在楼了 从来没有人说他被举报是因为他公家的钱 你怎么知道 你举报 我听说的 跟我没关系 就是你 厂里人都说他被举报是因为公司不分 只有你说他是贪污 还有 半夜被叫走是因为赵主任找他有急事 很明显你的情报不准了 怎么回事 你瞎说 他不仅故意闹事 还提供虚假情报 带走他 跟我没关系啊 跟我没关系啊 哎 哎呦 你真是 啊 要不 我还回你大伯家吧 让他给你找流言蜚语 爷爷 你这病还没好的 你就安心住着吧 去那儿造什么罪 爷爷 其实我让您住这儿也是有私心的 我和山泽马上就要忙起来了 嗯 好好也没人带 您帮我带带呗 好 那我留下 你们也别嫌弃我 是个累赘就成 怎么会呢 那你好好休息吧 好 走 跟哥哥回屋睡觉 你们分房睡了 对啊 哎呦 我说你这个笨小子嘞 周浩跟我睡 你跟孙媳妇一起睡 你们不一起睡 要不我重孙从哪儿来 爷爷好助攻啊 周山泽 你今晚是本宫的了 走 走走走 快走吧 走走走 来 爹 你这是干什么 哦 哦 爷爷的话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睡这儿就行 对不起 床不弄湿了 怎么办 要不 你上床睡吧 哦 没事 你去哪儿啊 呃 我去外面找个地方睡 我 砸木头 哎呦 大壮 还有多久啊 马上 小云 听说省城可好了 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没有 哎 嫂子 听说省城最近很喜欢情侣游湖 你和周哥可以去看看 不用了 这么世俗的事情 不适合周大圣人做 哎 嗯 嗯 嗯 怎么了 赵主任 哎呀 可算来的 沈子 你快去跟我处理紧急事情 南方有个投资商 投资工厂 我身边哪有董的人呢 正好你来了 赶紧跟我走 嗯 你先去吧 我去饭店后处看看 走走走 好 美女啊 实在是对不起 和你母亲合作不了了 这项链啊 林阿姨 林阿姨 嗯 我觉得呀 这项链特别配您 特别好看 真的 我妈只是觉得 咱们两家认识这么长时间 也没合作过一次 怪可惜的 那您知道 这个竞标 是谁成功了吗 说起这事来 我就来气 就一个串串香的小吃 上不了台面 竟然是她 她不会又靠关系赢了吧 她有什么关系 不就是个村妇吗 林阿姨 您可不知道 她和赵主任的关系 也挺密切 哎 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怪不得赵主任 极力推荐她 这难道是她把赵主任 继续说 我跟赵主任有什么关系 我们也没说什么 只是觉得你个已婚人士 应该和赵主任 避避嫌吧 你这绿茶泡到黄河里 黄河都成龙警卫了 什么 你竟然是个已婚的女人 赵主任真是胡来 我要向上举报 大姐 你脑子被绿茶嫌了 听风就是雨 串串香可是获得了 大众的认可 她家要是菜好 怎么会连个小吃都比不上 庄小云 我们家菜席精美大气 你个破小吃还想比 真是可笑 就是 我看你啊 根本就是色诱赵主任 谁做你老公真是会情 哎 你俩别给我唱双簧了 我靠的是实力 不像你们两个 有进不得光的交易 你血口喷人 别仗着是周哥的老婆 在场里作为作福的 等着被举报吧你 啊 原来是这样啊 想靠着周深泽的关系 一步登天 我告诉你 没门 那既然如此不服气 不如再来一个比拼 看看谁更有实力 好啊 庄小云 以我家大厨三十多年的厨艺 你绝对输定 庄小云 你现在的话后悔还来得及 别让周哥呀 跟着你一块丢人啊 白文文 要比就比大的 直接在饭店门口比 你敢吗 好啊 庄小云 这可是你说的 庄小云 我要把我受到的 却如一次性讨回来 各位 今日国营饭店厨艺大比拼 请大家做评委 选出最好吃的菜 厨师在前面的方桌上 选出三道食材 现在是半小时之内 做出三道菜 超时或者未做完 都算输 李经理 那我们今天可有口福了 得赶紧去告诉厂长 免得夫人说了 就出大事了 张小云 赵大厨三十年的经验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赢 白文文 别太得意了 免得和你们家大厨 一起不必走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林经理 你确定要在这么多人 面前偏心吗 我可不向你走后门 饭店最讲究的 就是上菜快和好吃 这个比拼 十分公平 不自量力 三个人三道菜 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赢 一个人三道菜 半小时 小意思 死鸭子嘴硬 一个人这么多道菜 还想赢过赵大厨 简直是痴心妄想 我要是做不出 不仅退出国营饭店 还喊你一生爸爸 你说的可是真的 我要是赢了的话 你就退出国营饭店 当然是真的 庄小云 以我家的实力啊 你 输定 那就拭目以待了 输得啥 不能哭鼻子 开始吧 小云 大壮都跟我说了 我过来帮你 还是不用麻烦周先生 周哥 你看他什么人啊 你帮他还有错了 喂喂喂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你再说小云试试 没事吧 都怪我 我要是早点过来 就不会被他们欺负了 大木头 就知道惹我生气了 对不起 你对我说 你永远爱着我 不就是手指受伤了吗 矫情什么 笨手笨脚的 等着输吧你 闭嘴 白喂喂 你别得寸进尺啊 嗯 庄小云又出什么幺蛾子 他这是干什么 这一看就不像啊 人家这边大厨 做的色香味俱全 这边 他肯定不像 时间可就剩下十分钟了 庄小云 你这边还是 什么都没有啊 十分钟 绰绰有余 十分钟 绰绰有余 你这是做了 一锅猪食吗 色香味全都没有 没味道 我看你眉毛扇 那两蛋 只会出气 不会看也就算了 你鼻子是插了松吗 这都闻到 你 庄小云 你这菜臭成这样子 我看是连猪都不会吃的 还剩下十分钟了 你别耍花样 来点盐 来点盐 来点香油 大功 大功告成 还真让它做出来了 现在请大家品尝 评出最好吃的菜 那些沙味 过去了过去了 去那边了 臭死了 真香 好吃好吃 做出来又怎么样 这些菜呀 都不用放嘴里 光是闻着味道就知道 根本不是人吃的 国营饭店好歹是公家的 怎么能有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菜 这家菜馆会有这种东西 搞不好啊 要吃死人的 猪哥 你家猪都不会吃这些干水吧 以后还是我给你送饭吧 庄小云 你这边什么人都没有啊 我看你还是认输吧 庄小云 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国营饭店 白薇薇 闭嘴 食指不沾盐春水的大小姐 当然不知道我们这些民间小吃了 小云 这味道 你尝尝 尝尝 各位 这道菜 虽然闻起来味道很奇特 但是吃起来口感真的非常好 这一句 林金尼 各位 大家听我说 我周深泽一个人民意担保 绝对不是自卖自夸 这道菜真的很好吃 不信你们尝尝 来 尝尝 过来 这味道三人怪 这吃起来 酸辣爽口 口有余香啊 这粉丝 绝了 外酥里嫩 嗯 好吃 既然如此美味 嗯 虫子真好足异啊 人生我的卡路里 拜拜 甜甜圈 纯纯买烧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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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别客气 拜拜 咖啡饮 姐姐可乐 姐有名 手法晚来晚有急 别再熬夜伤身体 来来 共身体 放了云墙 要我起 团长 团长 这个菜叫什么 这是螺蛳粉 双皮奶 还有半子粪团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民间小吃 你们想吃啊 随时来吃 一锅猪食还吃这么香 胜不得台面 博银饭店即使是公家 还是给百姓吃 各位觉得呢 赵主任 您来了 您看 这都是我给你推荐的那家餐馆做出来的 色香味俱全 那边根本比不了 我看还是小庄这个好 省事不费力 后卫还亲民 各位觉得呢 赵大叔做的也好 但是一看就很贵 恐怕我们一年也吃不上几次 还是这位庄同志做的好 如果可能的话 我每周都想吃上几次 贱人 你肯定早就买通赵主任了 不然我不会说 别嘴 赵主任也是你可以污蔑的吗 还不可以走 真是贼喊捉贼啊 倒不如你说说林经理这么帮你试图什么 林经理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胡说八道 我只是看不惯你这个关系货 这个都是要靠实力的 张晓云 你心是脏的 看什么都是脏的 说话要讲证据的好吗 林经理的珍珠项链就是证据 你 你 你血口喷人 我在国营饭店这么多年 从来不受贿 这是我自己买的 你林经理的工资买得起上去的项链吗 你胡说 你 这珍珠是假的 根本不值那么多钱 这要是假的 你不连吊牌都舍不得摘吗 再惨人 什么人呢这是 林华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这项链谁给你的 是 是白太太 是她收买我 替白家入选的 胡说 赵主任 林华是在无限 偷了 这日起 庭话被开除 永不录用 你们白家 也托不够调查 白家这下算是完了 上千块的贿赂 还真敢收啊 这叫罪有应得 这个饭店 谁不知道林经理 吃回购吃得最多 小城 这事是我视察 我正式聘训你为 饭店顾问 每夜提供新菜式就行 多谢主任 我一定会让饭店的生意 活活活活的 好 我就欣赏你这积极下少的好心态 贱人 你撒翻两次让我丢脸 我一定会让你 失败名裂 明天晚上去周深泽家 把他老婆给睡了 这当我接了 保证我完成任务 我要的东西呢 任何女人吃了它 都只会想男人 周爷爷 哎 哎 哎 没事放心 微微小云去借杀猪刀去了 爷爷 这是给您带的点心 好 小云这么厉害 连杀猪这么血腥的事都能做 庄小云 你没了周深泽 跟这死猪有什么区别 对啊 他说是什么 做杀猪菜 非要自己干 白文文 你来干什么呀 我是来看粥爷爷 用这么凶 点心 爷爷 这是上海的点心 不甜的 您尝尝 爷爷 您尝尝吧 上海的点心可难弄了 好 谢谢你啊 白同志 爷爷 您快尝尝 爷爷 这么好 谢谢你啊 爷爷 那我就先走了 走得那么轻 还真是阴魂不散 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手段 小美人 我倒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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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急了吧 哥儿去就来等你 赫婶 你吓死我了白秘书 我刚刚看到一个男人的黑影 见了周哥家 我有点害怕 那肯定是周长长了 你怕什么呀 不是的 周哥在场里加班 我刚跟他分开 什么 周厂长家进男人了 哎呦 谁要是进去小偷咋办呢 我多找几个人 再一起去 行 等等 再去找个人 通知一下周哥 免得他担心 哎呦 白秘书 你想的可真周到啊 我这就去啊 行 哎 巫婶 巫婶 哎 哎呦 哎呀 张婶 张婶 快点快点快点 真是的 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溫婶 牛婶 牛婶 哎呦 牛婶 哎 啊 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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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厂长家进男人了赶快就来 哎呦我的天 你这个骚伙 趁着周厂长不在 你偷干子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不在这儿我能在哪儿 等着被你们捉奸吗 我们是看见有个陌生男人 进了你房间 怕你有危险才来的 确实有危险啊 毕竟偷猪都偷到床上来了 我看分明是偷汉子吧 说说说 是不是跟他约好了的 趁着小周不在 你们搞破邪 说过要讲证据 他可是和死猪睡在一起 我有证据 就是这个嫂娘们 勾引我来了 躺开看看 你看看 果然是个狐狸精啊 竟然能写出 这么恶心的东西 你看看 我一早就发现 你是个不安分的小骚货了 没想到刚结婚 你就原形毕露了 周哥对你百依百顺的 你这么偷情 怕是对不起他吧 我看看 我可不像你 喜欢睁眼说瞎话 他一副小脑萎缩 大脑没发育完全的细狗样 周深则比他好一万倍 我打死也不会看上他呀 你 你勾引我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人证物证都在 你还要狡辩个啥 这要是哥以前 早就被进猪笼了 哼 你敢跟我去建村长吗 让全村的人都看清楚 你的嘴脸 再给我动个试试 你 是你偷汉子被抓 你像耍赖不成吗你 把你们杀掉 谁给我作证了 但是你们要是敢动手动脚 我就砍手砍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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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敢偷吃 你们说当场 抓到小庄和大力 单搞男女关系 村长 你别说好听的 他就是个破鞋 我们都看见了 你看看 这不是情书 这就是那小色货 写给孙大力的信 恶心死了 对 西游戏给你们写 白骨精都能爱上孙悟空 村长 他就是个狐狸精 赶紧跟小庄说 跟他离婚 就是啊村长 他可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别败坏了 咱们村的好风气 对啊 狗东西 大字不是一个 还敢说小庄给你写情书 高应你 说 谁给你写的情书 嗯 住 小鱼 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没有啊 他被我用死猪压住了 畜生 说 谁让你进我家的 周哥 我是亲眼看见他进去的 说不定啊 他和庄小云早就串通好了 白薇薇 我警告过你 你有空 在这里诬陷小云 还不如赶紧回家 见你父亲最后一面 周哥 你什么意思啊 白副厂长 被查出多次贪污受贿 已经被警察带走 接受处理 我爸没有 一定是你诬陷他 肯定是觉得我爸 会抢你的位置 白薇薇你有事吗你 咱们家生泽就是个老实工人 怎么 巴不得你爸早点下岗了吧 什么老实工人 他明明就是 闭嘴 白薇薇 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要不是你行贿林行长一时被发现 警察根本就找不到证据 你们要还不老实交代 就等着接受处理吧 我坦白从快 他给我钱 让我给周夫人下药 还让我强见他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那药明明是你给我的 白薇薇 你还敢下药 真是活腻了 村长 麻烦把外面的警察叫过来吧 都是因为你 我就应该多叫几个人给你下药 让你不能给我抢身子 伤恶终有帮 白薇薇 下辈子牢里待着 警察同志 这就是白起强的女孩 现在她还下药 伤害我妻子 人症物症都在 带走 张世泽 张晓云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从算知道什么觉 睡得比死猪还沉了 怎么了 这不会就是刚刚他们瞎药的那杯吧 这 这怎么还在这 我本来想明天拿去当证据的 谁知道你就喝 哎呀我去 天赐良气啊 周深泽 今晚该是本宫的人了吧 周深泽 你都这样了你还要去哪儿啊 我去洗个冷水澡就好了 再带下去会出大事 会出什么大事啊 我们是夫妻 不和谐才会出大事 今晚 我必须让你成为我的男人 周深泽 小云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但现在还不可以 今儿两情相悦 为什么不可以 小云 小云还不知道我是长生的事 要是这样和她在一起 你还不可以 小云 有些事情我还没有告诉你 你等我准备好 都已经喝了这么久的药 也没看见她有反应 该不会是 不行吧 原来她没做好准备 告诉我的就是 她那方面不行啊 真是可惜 你怎么了 沈泽 你说后天那样的 还是新天那样的 后天那样 还好 还有的治 治什么 沈泽自尊心里的强 还是不要跟她说 又去看医生 我肚子好痛啊 沈泽 能带我去医院吗 走走走 怎么回事啊 医生 我老公那方面不太行 但他自尊心太强了 你我别被他察觉出来 你先让他进 好嘞 沈泽 快 过来 来来来来 坐坐坐 坐坐坐坐 坐坐 你才二十七 你就这样 小伙子 这么年轻 你有点太可惜了 无论你是怎么样的 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医生 是我 得了什么绝症吗 初步诊断为 腰尾 深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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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家 快开门 大娘啊 跟你和你爷爷 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来了 大娘 深泽 大娘 你给亲戚介绍工作 找我也没用 厂里员工都是有 严格的规定和制度的 你看你这孩子 大娘是那种人吗 爹 今天给你啊 带好事来了 这是我娘家侄女小翠 十里八村的大美人 奶奶啊 给深泽当媳妇 爷爷 你别揍我爷爷 怎么做这个事情 还要看黄道吉日是吧 没一次说理的 不过 周深泽要跟我说什么 这不是胡搞吗 深泽都结婚了 你做什么哟 大娘脑子里装的 都是二氧化碳吗 咕噜咕噜往外冒傻气 说他什么傻比我 还敢骂我 等深泽跟你离婚了 有你好十字构 刘淑芬 深泽的事情 你管不着 你要是再敢胡闹 你就给我滚 爹 你还不知道啊 她是个 不会下蛋的母亲 生不了孩子 孤步诊断为 杨尾 生泽没事的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我 我 我没问题啊 我很行的 有病我们救治 汇集记忆可是不行的 我跟你说 我很行的 前面左转 难科 我都不觉得丢人 你这是干什么 这又不是什么大病 庄小云 我根本就没病 你再说一遍试试 你这么活气活了去哪 病还没看完呢 原来这个小贱人 甚至不能受到的母亲 居心有机会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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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白天 你不怕 有人来跟你谢我了 闭嘴 在跟正事之前 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要说什么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只是一直 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你 其实 我是 盛泽 盛泽 开开门 大娘给你送喜来了 闭嘴 谁说小云不能生的 赶紧给我滚 爹 我可是在医院 亲耳听到的 沈泽说 他不能生孩子 去医院看病的人是我 是我不 你是行事所有人都知道 你不行 这又是 我不能让你被滚 是我不能 我不能生 还有谁能生 老周家 可不能没有后代 小醉啊 肯定能给盛泽 生个那么小的 盛泽啊 他连个孩子都生不不来 他算个什么女人啊 你跟他离了轮 我看你倒是很能生 一胎生八个 每个都粉嘟嘟 叫起来 哎 哎 无下蛋的玩意儿 结婚半年多了 肚子都没个动静 留在这也是浪费粮食 就是啊 母牛一年还生一胎呢 连头牛都不如 够了 赖俩的赖在这里干什么啊 够了给我滚 听见没有 贱人赶紧滚 不是让你滚 刚过两天好日子就来作妖 赶紧给我滚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哎 我这都是为了身责好啊 去个不能生的 多会去 哎 哎 你个小贱人 你敢 滚 哥 他叫我们不尿 滚 这个小贱人 我绝少不了他 哎 你没事吧 姑 你不会自己 也要为独自孩子着想啊 别生气啊 先想办法 拿下周深泽 哼 男人都一个德行 就没有我拿不下的男人 哎 哎 这不是刘小翠吗 啊 来咱厂子里勾男人呢 那可真倒霉啊 谁不知道他是出了门的狐狸精了 哎呀 又来一个 哎呦 这刘小翠好像是去的厂厂办公室吧 走了一个白薇薇 又来一个刘小翠 周厂厌妇不浅呢 哎呦 深泽啊 啊 你来干什么 我是来道歉的 我也觉得姑姑说话有点过分 你应该去跟小云道歉 而不是我 哎呦 深泽 哎 哎 干什么呢 拿上你的东西 滚出去 快 起来 走 走 起来 出去 出去 深泽 你不就是看那没爹没妈无处可去 能够好的照顾周豪吗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深泽 你们心自问 你喜欢他吗 喜不喜欢不关你的事 快滚 能关谁的事 周深泽 你喜欢我吗 小云 我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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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一直想告诉你 当初我娶你 是因为 你娶我只是因为我能照顾周豪而已 你根本就不喜欢我 哎呀 小云 你怎么了 是不是婶子欺负你了 我没事爷爷 我只是太累了 我先回房间休息 爹 爷爷 爹 你还敢来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 滚滚滚滚滚 爹 我可是带着点心来看你的 我是真心为深泽好 你看我侄女长得多标致 这个人只听着 爷爷 我可比装小云强多了 我还能让你抱上宠孙子 哼 你有那么好心吗 还不是看好深泽这个房子和钱了 深泽的东西 我不惦记啊 但是不能让外人惦记啊 爹 我可打听清楚了啊 那个小贱人家 要了咱们五百块财力 还不给嫁住 你说不就是图钱吗 爷爷 我看他就是被人糟蹋了 嫁不出去 才被家里啊 用五百块钱打发给神泽了 还吵着闹着说呀 我想找个有傻子的人家 还敲和了呢 你们两个怎么又来了 爷爷 出物生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给我跪啊 哎呀 爷爷 这不是深泽的错 出物生 你怎么能拿钱逼着小船架过来 你给我好好跪身认错 爹 你打错人了吧 是那个扫把星害了咱家五百块钱 你你要是再说小月一句坏话 我撕了你的嘴 我打死你我 你这个老不死的 我都是为了周家好 你还让我滚 那个嫂娘们到底给你问了什么迷魂汤 把你的魂也勾下了 你 你 气死你 你闭嘴 没天理呀 只媳妇打我 天打雷鸡呀 我 走个真实 戳谁谁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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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不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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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是叔叔沈正逼我嫁过来的 小船 你不要替这个混蛋解释 让他自己有钱 把你逼过来 嫁到这里 照顾周航 亏他想得出 你 给我滚 滚 小船 我好喜欢你 真的很喜欢 你知道吗 我见你第一眼 就喜欢你了 本来只想让这孽种有个棒 但现在我不想放手 这孽子 你注定是我的 是我 孽子 你想我吗 小云 你来了 来找我了 孽子 我是小云啊 你亲亲我 小云 小云 我喝多了 是他趁人之位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你相信我 我听到你喊我名字了 你以后再敢喝这么多 试试 我绝对不敢了 绝对没有吓死了 你来找我 是原谅我了吗 才没有 爷爷 我只是跟爷爷解释了所有的事情 爷爷让你过去打蛋 真是见妻子 都被人见熬底了还护着脸皮纠缠 有你后 穿针这样也动不透 你现在就这样站着 起码只有五十元 你 敢动他 就废了你这条胳膊 你们给我等着 这事没完 走吧 姑娘 怎么了 被谁欺负了 大爷 我 是周长良 大爷 求你别告诉任何人 我欺负我 不让我告诉任何人 不然 我求你去死 姑娘 别怕 大爷给你去报警 他还能无法进呢 大爷 别连累你 你打他 算是我倒霉了 周深泽 这下还不乖乖骑我 朱深泽 你放开我 朱深泽 我跟你说 我其实 真的 真的很喜欢你 周深泽 最多再扔你十斤 微经理呀 周深泽 只手折点 快瞧见婢女啊 你看到这不过得惊惨的 是不是真糟糕啊 周哥 周大娘在门口拉大自保 说你强奸民女 哎呦你看看 你看到这不过得惊惨的 到底是不是真糟糕啊 不说你的侄借啊 你妈走得早 我好不容易被老夫妻拉这张的 还被这个骑士给糟蹋 刘淑芬 深泽看在你当初养过她一段时间的份上 一直对你忍难 可你三番两次无限她 哪个姑娘会拿这些清白无限人 周小元 你不在乎 我在乎 既然说我糟蹋你 好啊 拿出证据来 这就在这儿 你一个活华蛋 明理拒绝小婚 私下里 全都给你做二奶 咋不错 你还逼迫她 你们看看 这上面的血 有老婆还行有二奶 她昨天晚上一直跟我在一起 哪有时间请亲她 你是她老婆呀 你当然想着她了 我作证 昨天那个姑娘 从那个畜生的办公室 哭哭啼啼跑出来 还被威胁着 敢报警就死定了 真是无法无限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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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这样 那就报警了 一个姑娘遇到这种事 再报警把事情闹大了 多不好啊 我们就要一个说吧 你一定要治小罪 你的脸都被自己打走 你这么做 不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她被强奸了吗 说你也是就是啊 也是 被收拾则比较没办法 不行 你问问她 现在这个生物 根本就不想报警 她是厂长也得报警 小云 放心 他俩不敢报警 看我怎么知他俩 你刚才说厂长是 厂长怎么了 再大的官也得遵从法律啊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你放心 这件事情交给我就行 我做人的准则就是 别人朝我扔你吧 我想讹她八万八 报警怎么行 我给你分明就是想把事情闹大 张笑云 你也是女人 你难道不知道 你说对女人有多重要吗 你不是敢报警 我今天就死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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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报警也可以 那就跟我去医院做检查 如果周深泽真的欺负你 我立马离婚跟你谈位置 我没做就是没做 你提离婚干什么 大不了报警 报警他们都心虚 更何况 我还想去医院去认清事情 你说的是真的 真要是周深泽做的 你就跟他离婚 当然 我说话算数 不过你们敢去吗 姑 不能答应 有学医院的话 我多几个孩子 不就露馅了吗 放心 姑姑早就给你拿点好医疾 去就去 我就要给我直卷讨回宫的 小翠别怕 姑姑早就收买好路医生了 好啊 那就让大家伙和我一起去医院做见证 看看你怎么给刘小翠 这会不会公道 不行 你让他们去 这么多人 不会玷污了我们小翠的名声啊 刘叔芳 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刘小翠啊 还有什么好名声啊 对啊 他换男人比换衣服都快 就算不去报警 他名声也没了 你胡说八道 你是骚货 在你眼里 所有人都是骚货了 就是你们造谣 才让周深泽欺负我的 我不能 你除了这招还有别的吗 既然你这么委屈 让大家伙跟我一起去做见证不就好 我们去医院 一起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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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你们这帮势力演 看周深泽在这儿 你们就帮着 你们诚心想把我娘俩都吃了是吧 刘叔芬 从刚才开始大家都在帮你讨公道 你就一直无理去呢 我看你分明就是想隐瞒什么 我看这刘小翠的腰身 怎么那么像怀孕了呀 你这一说还真像啊 越看越像 住口 根本就没有怀孕 你们分明就是周深走到走狗吧 我看你就是心里有鬼 想用这种方法赖上他 自从厂长来到我们厂子里 大家日子不知道好过多少 骚扫狐狸 想用一件破烂衣裳 正想赖上他 没门 是啊 对啊 没想到你还挺有名心的 这不得弄个厂长忙吗 既然你们两个这么担心自己的名声 又不想去报警 我也不想白白吃亏 这样吧 咱们把妇女主任叫出来 一起去医院 我要是真欺负你 我愿意当场去自省 但要是没有 你们两个 都别想好 行啊 但是 你不用起自省 我要你离婚 取小翠 你敢不敢 离婚 绝对不行 不离婚 要不然还是报警算了 咱们把事情彻底闹大 你可没了心的 姑 你不是都安排好了吗 只要先做事周深泽欺负了我 到时候 周小云自然就会离婚 那周深泽 我去离去 行 那现在就去医院吧 大壮 周哥 去通知妇女主任 让她去医院 好 大伙都散了吧 早点回去休息 好好好 要相信小周 都散了吗 散了散了 走吧走吧 走回家吧 小云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和你离婚的 嗯 我相信你 周深泽 这一次 你绝对逃不过去 放心 放心 庄小云 你就等着离婚给小翠同位置吧 张主任 经过检查 刘小翠确实符合情况 什么 陆医生 难道你就没有再检查出其他吗 哼 你是在质疑我的医术吗 我看你是想替周深泽脱罪吧 不敢不敢 毕竟陆医生看过这么多女生 该不会看不出 刘小翠是个怀孕的人吧 你胡说八道 我根本就没有怀孕 我死了你的嘴 干什么呢 你 再敢动手 饶不了你 你敢动他一下试试 周深泽 你个非儿狼 那些年那么久 我自己都没有饭吃 还要活你跟那个傻子 我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现在 绝活了一个外人 来打我呀 都不活了 刘师傅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叫警察来了 小庄 无凭无据的事情 以后别瞎说 我没有胡说 前几天我来医院警察 被刘淑芬听到 以为我不能生孩子 转眼就带刘小翠去我家 要立马给深泽生孩子 直到昨晚 被我看到刘小翠穿裙子 想勾引深泽 看到大肚子了 刘小翠 你到底有没有怀孕啊 我 小周 绝不能姑息这种行为 后续我和你一起去警觉 说明情况 谢谢张主任 那我和小云就先回去了 走 小云 我其实有件事想跟你说 我也有事想跟你说 进来吧 嗯 我想去审城住一阵子 趁此把国英饭店经营起来 哈 哈 怎么这么突然 小云 我 我跟刘小翠真的没有什么 我发誓 我只喜欢 不是因为她 我也想清楚了 本来咱俩结婚的时候 就没什么感情 你维护我 你维护我 是因为你人好 但你也不能一直维护我吧 所以我想自己闯闯 你 你 你是想 联婚是吧 我 小云 你想做什么事情 你就放心大胆去做 我一直都在你身后 但你别向这儿离婚 别向这儿甩开我 爸 爸 救救你儿子吧 你要被人打死了 刘小翠 你再这样 我就确认你是怀孕了 我看你就是跟周深泽一伙的 我不会让你们侮辱我的 陆医生 刘小翠这么紧张 你确认她没有怀孕吗 刚才检查过了 确实没有怀孕 我看这应该给你俩搬个金骚住行 眼睛这么差 还敢当面 给医生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可是很有职业操守的 不像某人 仗着有关系 横行霸道 陆医生 我劝你最好坦白 毕竟你可是有帮白薇薇偷要请客的 不然把警察叫来吧 别别别 别别别 张主任 都是刘淑芬让我这么干的 而且刘小翠确实怀孕了 张主任 她瞎说 我只是给她钱 让她无险周深泽 原来你手就穿透好了 刘淑芬 你无险小舟还收买医生 陆婷婷 我非把你的事情告诉院长 别别别 你这个贱人 敢出卖我 我闹死你 你给你贱人 你给我这么点钱 让我干这么点事 你就跑了 你 小翠确 你怎么样啊 爸呀 救救你儿子吧 快被人打死了 大伯 神泽 神泽 快救救你大伯 大伯 你先起来 这是怎么了 都怪刘淑芬那个臭娘们 当初非要让他侄女嫁给你 结果非但没嫁 孩子也没了 刘淑找到我家非要我赔钱 我不赔就要打死我 神泽 你那么有钱 就把我赔了吧 再说 你大娘这一切都是为你好 这不是让你能有个孩子呀 真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那些都是他咎由自取的 大伯 这件事情我不能帮你 你回去吧 大娘自己做错的事情 她需要承担代价 你是个白儿了 当初要不是我给你一口吃的 你早就饿死了 现在管你要点钱你都不给 你的两仙被狗吃了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畜生 这么对待神泽 还想让神泽给你擦屁股 做梦你给我滚吧 你个老不死的 当初这个臭小子短命 也在的时候 你就偏心 现在又偏心他们 我呸 你不得好死 你 我 我饿死你 杀人了 杀人了 救命啊 杀人了 杀人了 敢耍我 我欠死你 大伯 斧头帮出来的吗 这斧头舞 我的不错 杀人了 我 你这个怕老婆的脑肚 这家人别人打了 你就在这看着 杀人了 杀人了 你怎么对不起你们 你们三反两次的来找事 给我滚 我呸 他自己日子过得好了 就不顾这些亲去了 你们给评评理 我可是他的亲大伯 我去他厂里想找点活干 都得第三下子求他 你们说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小周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我们这些邻居没跟你沾光 但你小时候 好歹也在你大伯家 吃过几年的饭呢 人哪 可不能忘本哪 就是 你说咱村里人 谁不知道你小时候 吃百家饭长大的 你看你现在出息了 反而成了晚安夫一的小人了 真是去了媳妇忘了你啊 嘴巴是用来吃东西的 不是用来破笨的 不会说话就闭嘴 周深泽这些年该还的都还了 这么晚才娶媳妇有了房子 你们还想干什么 怎么 敢做不敢说 哎 从我这儿看 今天就是砍死我 我也要拿回我应得的东西 混账 神泽 在你家小时候 从小就没见你一点光 你现在身手绕东西 你还要不要脸了 老不死了 我告诉你 今天我还就不要脸了 今天他不给我钱 我回去 刘建也不会放过我 今天我就坐在这儿不走了 哎呀 你看给人家鼻肠什么样了 给我玩这个不比你年轻 我怕什么 那就比错了 看谁先做死 哎呦怎么这样啊 你抽抽 你看 站着要饭还先饭搜 别拿自己当根葱 拿你战将都先老 我打死你 还要怎样 打起来 骂我可以 你要是敢动我媳妇 我饶不了你 谁指子打断我的腿了 可怎么办呢 上次自己有本事 你自己亲大伯都要打 周啊 你看你这家大业大的 你也不差给你大伯这点钱哪 你说他这么弄 好看吗 我们没钱 胖生有钱借我吗 我哪有钱借啊 又不是我大伯 那就别做圣母 没听过末世新杀圣母啊 你 我打死你 我 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别和他一半见 他就是这孩子 走走走 别和他一半见 走走走 自不救 不知过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混账的玩意儿 甚至这些年 给你们挣了多少钱 你们就是贪得不厌的 都怪你这个老不死的 当初送老二去上学不做我 害我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都是报应 你偏心老二 老二却死得早 你不仅刻老二 还把综合给刻成了傻子 大山比你本来就学习好 我不能耽误他一辈子 你是不学好 跟着惠惠 正听的打枪 是谁想把你开出的 我从来就没用偏心 闭嘴周大海 哼 不让我说 那我还就偏要说 周深泽 难道你不想知道 为什么周航小时候好端端的 后来成了傻子吗 你 爷爷 快去枕头旁边拿爷爷的 素孝救星丸来 快去啊 好好好 爷爷 爷爷 这就受不了了 死老东西 想不让我说也行 给我一万块 我就不说 我看你长得像一万块 脑子里都是屎 满嘴喷粪 那我就去村里大喇叭广播 让全村人都知道 你去吧 你去说 原来我这件事 就觉得内疚 反正我也快死的人了 你去说吧 现在这么痛快 当年短命官 可是到死都在怨你 爷爷 我不怪你 是你把我和周航 抚养长大 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我不怪你 本来这件事情 我要带进棺材里 但是现在到了 不得不说的地步了 老东西 你才是对不起周深泽的人 就该跟这短命鬼一起死了 你说什么呢 深泽 放手 为这种人不值得 周深泽 我怎么告诉你 周航就是被这个老东西 下毒毒杀了呀 爷 他说的是真的吗 不是 但是那药 就是是我给周航吃的 周航 从小就身体不好 老是吃感冒药 那天你爸爸 上宫去了 是我未必他要 这药喝着喝着 就不知道怎么就出问题了 说的倒是好听了 你舅舰中华是个病样子 乱花钱 你索性想毒死了 别撑想 他变成了傻子 要是我 我就把他赶出去 让他在外面自生自灭 沈泽 我估计这件事情 是爷爷替别人背黑过了 你会看我严此行事 沈泽 我觉得他大不说他在里 这种爷爷 养着干什么 就应该赶紧去村子里 写断绝关键书 哎呦 虽然嘴巴不饶人 这侄稀们看起来 还挺名事理的 赶紧把这死老头 给赶出去 然后 我那一万块钱 且好说 我们先去警察局 这么严重的事 多久都能判刑的 不 只是与我无关 我不去 大不 你可是当年 唯一的人证 一会儿去了警察局 一五一十说个警察厅 大不应该还记得 原本的感冒药是黄色的 被下了药之后会变色的吧 是说的 我下药的时候没有变色 啊 谁说的 我下药的时候没有变色 啊 原来是你 我认识小说可能多 信不信我带你去爬山 嗯 爬山 你这个畜生 大海 这是咎由自取 把他送到警察局 走 抓他跟抓火猪似的 爷爷 你先去休想 我去帮忙 走 某人一直低着投走路 我把我牵他 他就要掉谷里了 嗯 小云 有你真好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以及冬天的洛阳 嗯 嗯 啊 醒了 早饭做好了 起来吃早饭吧 嗯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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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什么 昨天晚上是你亲亲我的 嗯 害羞 害羞了 谁害羞了 我只是 有点热 热啊 那拖呗 哎 哎 你导死我了 趁现在告诉他我是常常的事 其实我是 这 等一下 啊 我 我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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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小云 你是肚子疼拉肚子了吗 要不要我去给你买点药 周深泽 我来大姨妈了 你能帮我买那个吗 大姨妈来了 你不早说 我现在给你买啊 你买这些干什么 啊 你不说你姨妈来了吗 我就去买了点水果 嗯 人呢 我是说我来立价了 我买卫生巾 哦 我去买 好厌 断死我 呦 秀 难得见我们周厂长这么着急啊 买什么呀 老板 你们店里有没有 女人来那家用的卫生巾啊 有这个 这不行 这也太粗糙了 咱们县里的商店有吗 应该有 一个大老爷们买娘们用的东西 你丢不丢人呢 我照顾自己媳妇 有什么可丢人的 我看你说这句话才丢人的 什么人呢 真是 不就是 你就是什么呀 你干嘛去了 怎么满头大汗的 我跑去给你买卫生巾了 咱们村里没有 我跑去镇上买的 骑自行车去了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么难买 其实我用卫生纸也可以凑合一下的 卫生纸哪行啊 那么粗糙 一点都不卫生 况且这东西也没有那么难买 傻瓜 为了个小东西累得满头大汗多不值 小东西 你给我出来看看吧 等一下 你别告诉我两箱子都是这个了 反正你每个月都要来大汐妈 我就索性都给你买回来了 好 好 你干得真棒 这就是被爸总毒宠的感觉吗 爱我 就买过卫生巾 听说这串串香是周长长老婆做的 可真有能耐 赚不少钱呢 对啊 我还听到一个小八卦 周长长今天把镇上所有卫生巾都买回去 给他媳妇用呢 真的啊 不过 我要是有个这么会赚钱的媳妇 我也往死里冲 别吃了 都幸中 你和人家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只知道吃不会干 我也会干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把串串香的配方给我拿到手 不然我就打死你 这厂长的家也太清酸了 啥也没有 无事不能算宝殿 直接说吧 找我干啥 我听说你在国营饭店有个生意 做得还不错 我看你住在乡下 不方便 交给我就行了 你算什么东西啊 张口就来 我是你叔叔 问你要那也是理所当然 你哪那么多废话 哎呀 这嫁到周家 眼睛都长到头顶上去了啊 要不是当初我们同意 你能现在这么享福吗 哟 那我还得谢谢你们 逼我嫁给个傻子 这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 你不是也没嫁给傻子吗 这过得多好啊 再说了 让你帮着帮着娘家怎么了 我们还养你十年呢 是当了十年丫鬟谢谢 没找你有工资就不错了 赶紧过 哎 死丫头 你个白眼狼 当初要不是我们收留你 你早就饿死了 现在让你伺候伺候我们 那不是应当的 啊 行了行了 不觉得就过去了 因为现在 嫁给了康镇 我警告你 康镇 那也是有实力的 你要想饭店生意好呢 就交给我 那我要是不给呢 那我就砸了你的店 我让你做不成 谁给你胆子这么说话的 哎 你 那以前都是误会 我们是一家人 你和小云啊 都没有了爸妈 完全可以把我们 当成父母 对啊 叔叔 你说的是真的吗 嗯 真的呀 小云 呃 那那个生意 那叔叔给我钱吗 啊 说实话 那个国民饭店的生意 亏死了 我现在每天 路不复出 债台高筑的 啊 叔叔 你真是雪中送他 你胡说什么呢 你以为我们没有去过呀 那生意热火朝天的 每天都排队呢 就是啊 也和我吵架 嗯 也和我吵架啊 哦 嗯 那个生意啊 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好 那些人 都是我花钱过来演戏的 要不然等一下赵主任问起 我这脸忘哪哥啊 真是个败家娘了 你再不关门 咱家都被你赔完了 我已经先好把生意推回去了 既然叔叔有异想 那就有请假 给我两万吗 呦 哎 两万怎么行 我这连人带材料 花得怎么着也得有五万了 你这样 给我四万 连人带材料 拿走 四万 嗯 你怎么不去抢呢 我要这赔本买卖干什么 做生意有赚有赔很正常啊 省事也不能白拿走啊 更何况你也看到了 我在这个家里的日子 不好过 就你这样的 怎么能配得上人家 被嫌弃也是你活该 活该 这生意 现在白给我我都不要 那你可以白拿走啊 嗯 哎 真的啊 顺便借我一起 我 所有债务啊 四万 我 哈哈 嗯 周深泽 我好喜欢啊 这是纪念你第一份工作 获利三万 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我会珍惜一辈子的 哇 以后会多送你一些 让你天天这么开心 其实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 嗯 你帮我拿一下 哦 这个礼物 你会终身难忘呢 打开看看 这是 嗯 我记得你说过 当时你和航航 从大伯家里出来的棋 照片没了 这是我去他儿子 垃圾堆里翻出来的 这样你就不会忘记 你爸爸的样子了 嗯 我记得 别忘记 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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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 谢谢你 庄小云 原来你过得也不怎么样啊 之前还跟我耀武扬威的 等着吧 我一定会把你踩在脚底下 你回来了 老子 让你把庄小云的生意给拿过来 你拿了没有 生意赔钱了 周慎泽要钱 要不然他不肯给 告诉你 要是再不把生意上的事搞定了 老子就送你出身外 让钱给老子 听见了没有 倒水 你要把我走走这一切都关开你 不行 凭什么 我们只要生意 做梦 哪有这么好的事 小云 小云啊 这个亲兄弟还明算账 我们没有道理一接手就赔钱呢 方姐 你也没有做生意的天赋 交给我们就行了 刚刚还说让我们把你们当父母 现在就亲兄弟明算账了 您这翻脸 比翻书还快啊 行了行了 赶紧滚 好女婿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 我们这也是在给你减负呢 是啊 沈泽 叔叔也是为我们好 少管我 看什么看 我这 再不走 我连你们一块打 叔叔你快走 别会打死了 你 我配 我演得不错吧 放弃了 比我演得还好 想白嫖我 做梦 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对了 给你惊喜 什么 走 来 什么惊喜啊 三万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这是你卖串串相证的 张主任给了我现金 我给你存起来 你存这么快干什么 我还想不在床上睡觉呢 人呢 你们老板呢 今天没来啊 我们老板今天有事 您是他叔叔吧 你请坐吧 好 哎 哎 啊 奇怪啊 人怎么这么少 这放蟑螂也没什么用啊 就是啊 再等等 看看 哦 还真被你猜对了 果然是来闹事的 那是 不然白费我熬夜看完 什么 姓 这 庄呢 在 在哪 啊 好戏开场了 到时候得好好感谢赵主任愿意停烟 借我们场地 姓庄的 姓庄的 在哪里啊 在 在 在那 大哥 长得挺像啊 窝囊费 姓庄的欠我三三三三三万块钱 你你你去等还了吧 我我 嘿嘿嘿 大佬 你找错人了 放了我们吧 放了我们 呦 别走 小美人长得不错 你就当理性 走走走 妈 你给我放开 妈 你们放开她 好啊 你这个贱人 哥 你去玩她 是她欠钱 平平 可是他们喜欢的是你啊 我也想被喜欢啊 我喜欢是你 不是她 来 小美个 你快来 快来呀 来吧 哥 我求求你 放过我们 嗯 好了 咖 嗯 感谢两位帮我演戏 演的是真好 改天请你们吃饭 杨湖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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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 你 哎 哎 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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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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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啊 你行啊 哎 你你这个贱人 放人耍我们是吧 哎啊 哎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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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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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clauses 不想做的事什么感觉 被父母抛弃什么 我当时就是这样子 你哪有那么惨 小红是你自己选的 不赖我们的 你个死丫头 你竟敢打人 我马上报警我 报警 报警好玩 正好让警察看看 带着臭臭行要栽赃嫁祸的罪犯 难了吧你 这不少啊 换了大手柄可豪狠 还麻烦我叔 亲自装啊 你这个狗东西 敢耍我们 现在没有周深泽给你撑腰 这堂正玩你 就是易如反掌 易如反掌 你怎么知道 他不能依靠我 你个死丫头 你个千煞孤星 没爹没娘的晦气玩意儿 我当初就应该饿死你 你们知不知道 反派都是死于话多的 我要是你们 就想想 一会儿怎么跟警察警示了 这边出事了 哥 求求你别报警 我们现在就走 小云 她眼睛怎么眨来眨去的 是不是有病啊 有病去这 人家对你风电呢 暗送秋波 怎么看不懂 妈 对我风电 她还没有你十分之一好看 再说了 我老婆这么漂亮聪明 我怎么能看上别的阿嬷阿狗 小云啊 不是你亲叔叔 你敢救没亲人了呀 大伙都来看看呀 啊 那个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我养了他十年 你回事 找这么好事 我给他找这么好的人家 他居然要把我们送进大牢了 哎呀 我亲见你了 我过来的从小是气场的 他刚才也找人侵犯我 你们快来看看呀 就是 没天理呀 傅家半天多都不回来看看 我去找还被他撵出来 没天理了呀 这人不就是白眼能吗 这串串先让他们做的 我才不吃呢 真恶心 他也不怕天打雷拼 真恶心 这不是庄永强吗 不是跟着女婿去想轻服去的 还在这里撒婆打滚 哎 你儿还 刚才在这鬼哭狼嚎的 听说啊 被女儿暴气了 以前是邻居 什么女儿啊 简直把人家当丫鬟室 当初逼着嫁人还不够 还逼得笑何呢 报警就报警 谁怕谁呀 大老派出所 我要去举报 周厂长 知法犯法 勾结黑社会 你该不会真以为 那是黑社会吧 那是文艺团的演员啊 叔叔 你你你你 你跟家人跟我打扰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 小月 关于我身份的事情 我可以解释的 我其实 一直都想告诉你 只是因为一直没有机会 我 我一直没有机会 你是长小为什么不早说 干嘛装穷啊 害得我还摆堂做生意 我就说 我怎么会没有金手指 小月 你是不是被我气傻了 你以后可以朝我发出来的 你可以朝我发出来的 怎么会呢 你刚开始认识我 对我隐瞒身份是 应该的呀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以后再也不理我了呢 怎么会呢 周城长这么高的身份 我怎么敢呢 怪不得白文文一直针对我 说我配不上你 我真的配不上你 小月 我真的很早就想告诉你了 你要相信我 你嗓子被堵了 还是嗓子哑了 你去怪一直说不出 你以为眼电视剧呢 反派到死了 你告诉我你是长长 那我之前受到的莫名敌意 是什么 我们离婚 我不同意 你知道的 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一定敢 我一定再也不会有下次了 好吗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错了 从最开始 说我要嫁给傻子 就是错了 那时别错了 小月 我可是天蝎座女孩 周深泽敢骗我 折磨死你 有什么了不起 爱情 全都是泡沫 全都是泡沫 这一下的花 我 你送 哎 这是我房间 你进来干什么 出去 咱们都是合法夫妻了 睡在一起 没问题吧 早知道提离婚 这么容易让人生存 我早提了 提离婚气景 夫妻最好不要同床 小云 咱们好不容易才结婚的 而且你对我这么好 我舍不得 舍不得 嗯 那你骗我的时候 怎么就舍到了 周大厂长 哎 我骗你 是我不对 但是我喜欢你 是真心的 那你就抱着你的喜欢 去睡觉吧 走 出去出去出去 哎 哎 你要去哪啊 拿着行李箱 提了离婚大人不能住一起 既然你不走 那我走 周生死了 你个王八蛋 敲红了一天 你就不耐烦了 小云还在气筒上 说傻话 他都听不进去 还是等他萧綦再说话 他老公吵架了 有那么明显吗 哼 你这都叹了一上午了 都快把客人探走了 怎么了 姐姐 嗯 如果你发现姐夫屁了你 还因此伤害了你 你会原谅他吗 哎 问问你的心 嗯 这束花送给你 就当是我赔礼道歉 一束花就想道歉啊 啊 那个 大壮说 这个电影很好看 我一想 咱们俩结婚这么久了 一直没带你看过电影 挺愧疚的 你愿意和我 一起去看吗 你这算配礼道歉吗 嗯 嗯 我可没说要原谅你 啊 啊 啊 哎 东厂长看电影 啊 抱歉 小云 你今天真漂亮 你的意思是 之前不好看 没有没有 每天都很漂亮 走吧 电影快开始了 嗯 哎 哎 哎 张主任 哎 小仲 你也来看这个电影啊 啊 挺巧 张主任 哎 这个电影票的座位 是按七五书排列的 对啊 怎么会有人 连电影院做个 怎么排 都不知道 哎 哎呀 小周 电影都开始了 快坐下看吧 啊 哦 好好好 同志 刚才场进 我镜头里来了 对不起 我并不是有意的 你重拍一张吗 把人家赶跑了 哎呦 我也是第一次看电影 没想到电影院座位 这么排列的 哈哈 你刚看张主任的表情 太逗了 我快笑死了 看到你这么开心 哎 那我出点丑 也是值得的 哈哈 你们俩人的感情 真是线上旁人 你的脸 托你的福 留下那个狗东西 因为我的孩子没了 就滑来了我的脸 现在我家也回不去 这都是拜你们所赐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你 要不是你污蔑身责 也不会被发现未婚先孕啊 同样都是没爹没骂 凭什么你能嫁给周深泽 而我要为了生存血在其他的男人 你闭嘴 小云想的 一直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货的回报 而你只想着不饶而户 你闭嘴 胡说 他嫁给你可是厂长夫人 还可以不用劳动就有钱有地位 我跟他比不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靠男人 以前也没有靠过周深泽 你把刀子放下 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对 我一直觉得 你是被刘淑芬带坏的 真的吗 觉得我是病带坏的 对 我每次看到你小心翼翼地 护着自己的肚子 你一定很爱你的孩子 对不对 你也想过一个人生过他 对不对 我的孩子 他没了 我才刚刚成心 都是你们害他 我要让你被刀 你最应该恨的 是教你不懈回报的刘淑芬 而不是我们 你说得对 所以我把他杀了 没事吧 让你们给我的孩子被刀 苗薇同志没事吧 哪来的精神病 你们好好看着他 我去报警 没事 周深泽 我们离婚吧 小鱼 我们才刚刚和好 这 这次是意外 你觉得这是意外吗 周深泽 你知不知道我因为你 受了多少莫名的敌意 白薇薇的污蔑和下药 到现在被刘小翠追杀 你觉得我还能跟你在一起吗 小鱼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在不知道你身份之前 我觉得任何困难 都可以克服 但知道你是厂长之后 我觉得自己很可笑 因为你根本就不需要我的保护 小心 神泽 都怪我任性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别哭 小鱼 是我对不起你 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 我同意离婚 你该有你自己的天意 不该被我束缚 嫂子 猪哥现在怎么样了 好好去看个电影 但是怎么会变成这样 是刘小翠看的 但是很奇怪 刘小翠是突然出现在那条路上的 就好像早就知道我们会去一样 嫂子 我去警局打探一下消息 然后找两个兄弟保护你和周哥 把爷爷和周涵也保护起 好 伤口扎得太深 嗜血太多了 能不能活过去 就可静了 都是医生 今晚会一直在的 嗯 你要快点醒过来 这样才能不和我离婚 你们还真是幽魂不散呢 你还真是命运啊 连跳河都没死 连刘小翠也没杀了你 果然是你们 信不信最后倒霉的还是你们 我可是有女主关环的 关环 哼 自丫头 自从你上次跳河没有死 醒来 我就一直走背运 让你把长长枪给我 你就给 哪那么多废话 你乖乖给了 就不用遭这人犯罪了 做梦 做梦 不让你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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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活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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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玩意儿 你打坏了他我怎么 啊 我现在要上的 你在这干什么 滚蛋 平平 赶紧走 赶紧走 走 你要干什么 就喜欢你这个劲儿 等我把周深泽弄死 再拿到你的生命 就慢慢地调教你 哎哎哎 好你去 哎 外院好像来人了 看好了 我到底怎么得罪唐真了 他又这么对我 废话 你跟周深泽让他当众跟孙子一样 还断了他的财路 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 所以你就心甘情愿被他利用 打骂 只为了看我倒霉 我要是你 我就拿东西跑路了 还需要受这种男人控制 他为什么不放眼 自己当老板 不香吗 你 你个小贱人 你说什么呢 别说了 再说他一回来就该打你了 你这个扫把星 都是因为你得罪了唐震 平平天天被挨打 我们天天被他拿捏 你就是该死 你该死 报应 你 当初你们打在他身上的 现在统统报应在你身上 来 这儿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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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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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一趟 想清楚了 我还是 先享受了你 再拿走你的生意 更痛快 我收益了三万 都存在银行了 我回家给你拿存存 能用串转箱秘方 我也告诉你 怎么样 你的串转箱这么赚钱 你肯给我 你都这样对我了 我还能不给你吗 人我要赚 钱我要赚 周深泽这顶绿帽子 是带定的 住手 放开他 让你的人赶紧滚 再往前一步 我就杀了他 好 别激动 你先出去 这是你要的 转让协议和秘方 拿走 放了小云 给老子放地下 好 给老子拿过来 痛快给老子拿过来 不然没你好果子吃 周明明 东西在你手里 为什么要平白无故给他 你闭嘴 你闭嘴 了 你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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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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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张总 一天 产生分店 太业大吉 祝商业火爆 一路朝中